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嗨 大家下午好 哈啰 欢迎来到我们这次的巨变 AA伦敦建筑联盟的前锐时代展览的系列活动 也就是ADA新锐对谈的部分 透过这样的机会去了解一下 就是我们这次 今年ADA新锐建筑奖 这些建筑师这些年轻的建筑的得主 就是在你们也差不多三五到四五这个年纪区间 你们是什么样的事情 就是启发了你们 然后影响了你们这样子 好然后我们就先欢迎三位主角 是修金建筑的三位建筑师 第一位是吴承轩建筑师 哈啰 大家好 然后第二位是魏梓君建筑师 嗨 然后第三位是沈鸿轩建筑师 哈啰 刚好三位是一个团体 所以我们就这一场就是邀请三位来 跟我们做一个一些简单的一些对谈这样子 然后这整个活动呢 我们是由中泰美术馆跟台北市建筑师代会合作 那我们今天也邀请到了世代会的副主委 阮明仙副主委来到云端线上来跟我们一起参与这个活动 那我们是不是就请那个阮副主委帮我们 说个几句话这样子 谢谢 哈啰 大家好 我是ABA建筑师代会建筑委员会副主委 阮明仙 那我们今天很谢谢中泰美术馆及中泰基金会 所以在疫情的这个状况之下 我们可以做一个这样子线上的第三场讲座 然后也谢谢三位建筑师 我们可以就是等一下可以为我们分享一下 你们的想法跟意见 就这样 谢谢 谢谢大家 好 谢谢阮副主委 那我们在活动开始前呢 三位建筑师都有录制了一段影片 然后影片的内容就是在讲他们 比较偏向是求学生涯一些影响 或是启发他们的一些事件 那我们就先进入影片的部分 谢谢 大家好我是卫子君 我是Office AA的共同创办人 今天要分享的内容 大概是从求学到职业这段期间 学习的建筑对我的影响 或者换个方式建筑对我的疑惑也好 如果说把了解建筑看成是一个project的话 目前就像是一个uncompleted project 对我来说一直都是处在不断怀疑跟确信的过程之间 所以我想用difficult这个字来作为开头 这个艰难的字也想回应Robert Venturi的用 他在《复杂与毛图文》这本书里面提到 建筑师必须面对建筑的艰难 因为他认为建筑本身即是相当复杂且两难 但他非常正面的看待这样的复杂性 甚至认为这才是建筑应有的样貌 在大学的时候呢 我是联考进来 不是预料的结果 所以对建筑来说一点都不了解 甚至新增训练的时候还想直接转系 那是到大二的时候 遇到了王明恒跟刘河昌老师 其实印象最深刻的是 开学前几周都没有在上课 那时候带着一群研究室的助教 说学好建筑 要先把工作环境弄好 有点像是在戴夏令营这样子 把工作室全部清空后 开始刷游戏锁个板 印象中每个元件都是一个独立的颜色 像是在进行某种洗礼仪式 那时候才感觉稍微理解一点点建筑 后来才知道那些系统性的构建 是王老研究生论的一部分 在大四的那一年好像觉得懂了一点东西 所以在决定出国的时候 学校决定去一个完全自己不能理解的地方 在书展中有一本作品极特别奇怪 那就是英国UCO的巴雷这间学校 里面的内容完全看不懂 充满各种非常前卫的图面 就像是展览在AA巨变里的图一样 就那样抱着好几心去了这间学校 那我的指导老师是Phil Watson跟Neil Spiller 整个学习都像是在Loss Architecture 基本上你以前所学的东西 在这里是完全派不上用场 在这里讨论的建筑 都是在讨论建筑还可以成为什么 所有东西充满各种前卫的幻想 但其实每个人都非常拼命的 用超大图纸在描述那个幻想 所以要说前卫呢 感觉有时候又像回到了18世纪 Visionary Architects在做的事情 那研究所期间看的书 大概都跟建筑无关 我研究碉堡 看了Pover Radio的书 内容都是把建筑瓦解到 变成只有速度虚拟事件 这样无形的内容 后来老师又叫我去研究灰尘 其实心中充满疑问 这灰尘跟建筑到底有什么关系 是在讨论空间的最基本组成 还是最虚的组成 所以这些速度移动轨迹的时间性特质 到底可以带给建筑什么样的启发 总之有骨架的建筑 在这个学校好像被唾弃了一样 那这也是大致我对这个建筑 充满最多疑惑的地方 是后来读到时尚存也在 威尼斯的策展主题Architecture as air 试着让建筑消失到指申的线 再回来看现在的作品 似乎有一点点深感 或者说Ballet School要告诉你的 就是要对所有事情产生怀疑 但这样的兴奋感性没有持续太久 回国后总觉得有某些空缺 可能跟当时候普遍建筑物 都在不断求新求变 数位运算参数设计 仿生建筑这类的千奇百怪的建筑 充实在学校进度跟媒体上 那这些新的东西 比起自己看的越来越看越厌恶 想说建筑有一定要搞这么有趣吗 但大概也是对于这样的流行趋势 有一定的反感 那在开始自己职业的时候 这问题一直不断的持续 是不是一天到晚都要做很酷很炫的案子 才能不能活下去 所以在第三届ADA的时候 评审有给予一个评语 内容我记得是这个作品 虽然展现毅力 但有一点平庸无聊 没有层次的感觉 当时候应该算是非常负面的评论 那结论的意思好像是不太会做设计 所以很平庸 那时候得奖的心情是蛮复杂 所以到底要怎样 其实心中是带有一点不服气 这件事情也没有过得太久 之前对于建筑的疑惑 其实后来发现也有一群一样疑惑的人 或者说可能我的疑惑并不是一个问题 如同如果我用时尚存语 来重新理解我以前在英国的作品 似乎建筑还是存在他自己本身的问题 并没有离得太远 那Valerio Olcati就说 他认为建筑师要有时代的自觉性 要与历史的眼光去看待自己 作为一名建筑师 对于当今社会的责任 所以他的作品都在追求一个 只能用建筑来谈建筑 或者直接说就是用建筑来谈建筑 而不去指涉其他事物 或者跨语的扩张概念 来去模糊建筑的主体性 那这个想法算是 之前对建筑漫无边界的 一个强烈回归的答案 或者说好像在众多纷扰中 给予一个令人专心专注的方向 那这类的事物的存语 后来发现艺术史上 也有类似的政变 如同Casmia Malevich在19150 跟一群艺术家办了一个展案 叫做0.10 The Last Futurist Exhibition 宣告未来主义的死亡 在当时后绘画应该往哪里走 提出了非常批判性的见解 意思就是说让绘画回到原点 不要再像以前 只是为了宗教而服 或是为了领摹自然 那绘画本身应该就是绘画自己 这样的抽象性答案 可以让绘画重新冷静下来 被思考一次 或者说好像解放的绘画一样 可以重新让他再思考一次 那我非常喜欢的荷兰 生语剑务师Dom Hans van der Lange 在荷兰的Delph School说 他其实没有从学校 学到任何东西 其中有一个很大的原因 是因为他对当时教育 不断推崇历史复兴表现主义 或者现代金人主义 这样两个极端非常不满 那因此毅然决然离开这个学校 跑去修道院学习建筑 他的建筑 从我们怎么认知一个东西 当做一个起点 找了很多学习建筑的学生 从石头的排列开始 那那个学习方式是非常古老的 这样看起来很无聊的想法 研究了快十年 汇集了一本书叫做Architectonic Space 都是在谈论建筑学 非常非常基本的内容 这样的内容很吸引我 因为从头到尾都很简单的 再重新理解一次建筑 也不是要跟随潮流 追着时间跑 是很原始基本的那种 有点脱离时间感的描述方式 让建筑本身更加无辜 如果再回到更古老的面向 集合的力量也很古老 Rudolf Wickover讨论 文艺复兴时期集合作为理解自然的方式 那十八世界幻世败不类也相信 绝对集合是自然且完美 Lewis Khan更说过 布雷是什么 建筑就是什么 集合是自然这个观念 我以前一直以为是相反 后来才理解 这是一个非常古老的语言 它没有过神的问题 因为集合一直都存在 所以看待基本集合形状跟建筑的关系 就像是字母跟文学的关系 它没有国界 应该算是一个共同语言 所以我对集合是充满兴趣 好像没有比这个更接近建筑核心 所以也成为了最近创作的 一直围绕的主题 那如果用一样的观念 再拉到艺术史来看 其实也有类似的特质 像New York School的抽象主义脉络之下 他们不断的追问什么是绘画 什么又是雕塑 又什么是物件 如同美国的艺术家 Carl Andre把雕塑看成纯物体 他也不给予太多作者 自己外加的意义 很单纯的陈列方块 钢板等等 其实初步看这些东西 觉得也会超级无聊 几乎没有办法看出 比这个创作更少的东西 但这些作品却是让邀请观者 直接去感受那个物体本身 把雕塑看成是场所 变成是一个可以被惊念的事情 那样的想象力是非常无穷的 这个观念也非常吸引我 因为原始的物体本身 就有它自己的秩序 我们只是把它找出来而已 所以这段期间 我就像学讲话一样 不断学习建筑这个语言 建筑这个语言很简单 也很复杂 Peter Markley说过 学建筑就像学ABCD字母 你会先知道A要这样写 那你学完单字之后 就可以学一个句子了 那Miss也讲过类似的 他说好的作品 不需要发明自己的语言 他使用一般人一样的语言 所以当这些大师 也这样描述建筑的时候 我就觉得特别有意思 听起来很简单 但也很复杂 字母就这些而已不是吗 但能够写出这样的东西 好像就永远研究不完 当然也是对现在建筑 扩张的一种反思 建筑本来就有自己的问题 以至于卑劣的融合 这是美国艺术家 Frank Stella的一幅画 目前大概可以 总结我对建筑的看法 回到人怎么看一幅画 既是有数百个白色 线条的方块 像是两个一样的方块 但又完全不一样 所以到底这幅画 是有象征意义的 要具体描述哪个对象 但却又是用 这么抽象黑色方块来表达 而Frank Stella又给他下了一个 对立又融合的标题 简单无聊 却充满各种想象 是我简报的最后一页标题 像呼应第一页的Difficult 延续Venturi所说 建筑是个艰难的整体 因为这个艰难 而建筑是必须为总体负责 而这个建筑本命的两难状况 让人的思考不至于僵化 这个说法又如同王明肯老师写的 《当代建筑人文的贫困》 这篇文章的介义 建筑作为人类文明创造的部分 是必须审慎所迈向的方向 所以我们要一直保持怀疑的态度 那我的分享就到这边 谢谢 大家好 我是吴承轩 大概从2018年开始 我演讲的第一张投影片就是这张 那当时做这张投影片的背景是 我跟老赵和子军从16年开始非常热衷 在讨论近代日本及瑞士的建筑式的戏谱 那也非常着迷其中的一些传承的关系 那当时大概我开业第五年 那我也处于一个非常想要定位自己的时期 于是就模仿 就觉得有趣就模仿日本杂志制作自己的戏谱 那也大概是那个时候开始创作体育休闲站 这个ADA的作品 所以你会看到在ADA的展览中 展出了非常大量的reference 那大概也是那个时期的一些研究 那今天讲座的主题是养成的过程 所以今天我就从这张图表来跟大家分享 我的创作脉络 因为在演讲中通常放了这张投影片 通常是在讲说我们在设计的发展上 除了创作者自己的intelligence 我们更重视的是这个idea的起源 因为了解自己远比去追寻风格来的重要 那在这个图表最下面是我 那往上一层是影响了我的老师或是老板 那在往上是他们的老师或是影响他们的人 那横向也有一些脉络的连结 在成大时期影响我对大家有两个少师 左边是我大一的建筑师老师王维杰 那右边是我毕业设计的老师刘国昌 那他们影响了我对于建筑师和设计的热爱 那尤其是刘国昌在研究论书和创作之间 所拉开的一个距离 让我知道我并不是向往风格式的设计大师路线 而是向往具有批判强度的创作 而批判性来自于对于社会以及历史的理解 这张照片是我2010年刚到荷兰时 那当时贝拉河20周年有一个晚宴拍的 那一天我有点迟到 所以只剩下一边是长辈区 一边是学生区中间的这个座位 那可以看到我右边是Elia Zengles 那前面有当时的戏主任Vedron Mimichar 然后旁边是Kendis Franton 那在后面一点可以看到Helmer Hutzberg 那当时我真的是心想我坐在当代建筑时的中心啊 而且是批判性建筑的核心 Elia交出了Rincuos 并参与了欧马早期最批判性的时间 那后来他交出了Pivitorial O'Reilly 那Kendis Franton在34岁时 就在Oppositions反对派这本杂志中写下 建造工作的本质是在意识形态上对于历史现实的拒绝 而这件事是当代建筑最严重的问题 那更不用提到后来出版的Modern Architecture A Critical History这本教科书 Helmer Hutzberg二十年前 因为对于建筑教育制度的不满 然后创立了Bellaf Institute 他认为建筑应该去面对自身的问题 而不是成为资本的工具 他认为实践上的问题 比学院的问题更加重要 所以这间学校是一间Institute 机构 而不是一间Academy 整顿饭 当然他们是在闲话家常 以及聊聊建筑界的一些发展 但我就是完全不记得我当天晚餐吃什么 就觉得一个发喜充满 建筑发喜充满这样子 那接下来这几位是我在Bellaf de 建筑师的老师 那Sean Louis Cohen 是近代建筑 几度是规划的权威 那尤其在科比一的研究上 应该是世界第一把交椅 那他基于建筑师的这个建筑史观 其实也影响了我在封甲大学教授 建筑理论课程的架构 那右边是Livian Ducotter 他是一个哲学家 也是一个activist 就是一名非常激进的抗争主义者 那他其实代表了欧陆哲学 对于资本主义强烈的批判思考 那常会在各大抗争场合中看到他的身影 他认为社会在暴政和无政府状态 两个极端中有益 那在哲学上是不断的往prehistory 也就是无政府的状态情节 那他的反应非常快 Extreme Smart 他在上课的时候 都有一个同学要投影一个荧幕 然后帮他打开Google 然后不断的去搜寻他言谈中所 谈到难以理解的组织行动和事件等等 那这位是Thomas AP 他教的是18世纪法国的建筑史 那这张是他带我们去巴黎美术学院库房中 去看步杂实习 美术学院对于建筑图的训练 那这个训练他让建筑成为一个系统性的专业 是可以被教的 那同时也可以看到这些建筑图 如何成为一种想象力的工具 去刺激人的想象力 那进而成为一种提判型的工具 那在这个脉络下 当时的Design Studio 很多是社会型议题的关注 A.R. Westman 他对于巴勒斯坦领地与人权的研究 那我还记得我当时 因为我不认识这个老师 所以我上网搜寻A.R. Westman的影片 那有一个是他就在沙漠中 那对着以色列和巴勒斯坦 边界的一个管制哨 然后跟着一个持枪的士兵叫嚣的场景 非常震撼 那右边是我的老师Falavio Sanchez 那他非常专注在阿根廷的贫民窟研究 那是一个对台湾人非常难以理解的社会问题 因为台湾没有贫民窟 那我还记得当时第一次去走进去这个贫民窟的时候 我就看到街边站着一排 大肚子的未成年少女 然后河边都是垃圾 然后小孩在那边烧垃圾当作玩耍 那我真的是非常的震撼 那最后我的提案是将一间医院和一间学校 那透过建筑学上对于机能的理解 把这program解散放置到许多小的地块上 因为Slam的密度其实并没有办法 有比较大的地块作为开发 而这些擅置的机能透过当地既有的街道尺寸 反映它彼此间的连接强度 而分散式的空间其实也避免了集中化管理所带来的 极权冲击 这对贫民窟是非常敏感的一个议题 那从这些场景 我其实非常真实的认知到 建筑是一门非常严肃的学科 不论是从技术上 或是从社会性上来谈 他必须非常小心真实的面对社会 那在这些当代的建筑议题上 还有我的老师Philip Morrell 他在电脑主义下 对于人文的思考讨论电脑所带来 一种无政府的建筑教条 那Office就是Curchin Dias David van Sabry 那和Dogma的PV 和Martino Takala 他们结合了对于历史重新的理解 对于绘图的批判性建造 那他们都想都在让建筑成为一种自主的艺术形式 那其中Dogma对我的影响最大 他让我重新理解了 像是Canaredo中的Palladio Mis自主性的建筑 对于建筑本身问题的批判 Ado Rossi的纪念碑 然后Martino的博士论文是谈Oscar 那这样的脉络也是为什么我之后就一直专注在理性主义 建筑的理性主义的研究 PV在意大利的老师Ado Rossi 那他同时也是刘国昌在指导我毕业设计师 常常提到的一个建筑师PV 甚至说如果你要当一个好的建筑师 首先你需要建立自己的建筑史观 那另外一位是Mis Fandero 我还记得当时我们都会去翻 德国昌的硕士论文 是王明翰老师指导的 那因为听说非常的传奇啊 那本论文 那在那个论文里面我看到他用折纸的方法 折出了Mis Fandero设计的Barcelona Pavilion 所以我还记得在欧洲的时候 我还专程开车去Potsdam 看Mis的第一栋房子 Railhouse和Aerbic House 还有在柏林近郊的一些早期作品 像是Mostler House和Link House等等 那可以看到其实在这支ADA的展览里面 其实我们的reference就有一个是Railhouse 那它也是影响了整个休闲站的一个创作脉络 那所以Ado Rossi和Mis 他成为了我在创作中非常重要的 Pivot的一个座标 那最后这张可以 是我对建筑的理解方式 那可以看到在这个巨轮的左边右边 是知识和经验 那它是我理解建筑的两个起点 那从Rossi或者是Pilanesi 它对于城市或是遗迹 那甚至更广义来说是历史 它成为一个知识的系统 而右半边是不论是个人或是群体的经验 那它因为有了这些经验 所以它可以成为想象力 就像是迪卡尔说的我是故我在 你开始有了思考的能力 那这两个 这两者它就驱动了我对于建筑的理解 那也就是中间的这个understanding 那也就是Kennis Frangton 所说的对于构筑的理解 那也就是建筑 这个词的一个tautology 就是它的一个同意法复制 那以上是我的分享 谢谢 大家好我是沈鹏轩 那今天跟大家分享 影响我的建筑生涯的一些事件 或是理论 那第一件也是最重要的一件 是在成大建筑研究所遇到的王美文老师 那我们研究是有几个大的主要方向 如方法论 类型学 开放建筑等等 而这些都建立在十足的累积上 例如说类型学 王老会要我们去找几个 资料齐全的古城镇 猜测出最基本的单元形态 以及衍生机制与停止机制等等 每次课堂上都是学生 研拟出一套逻辑 跟王老一起讨论逻辑的完备与否 那也检讨自己设定的方程式 是否可以重新长成这个城镇 或是延伸新城镇的可能 那这个训练 开始帮我戴上一副具有透视力的眼镜 拨开尘埃 洞察事实 另外研究室也进行了几次 中国东南方与东南亚岛屿的填调 补足第一手的研究资料 那这一页就是陈尤如博士 多次在马来半岛测绘 并做成分析的论文 有了基础的奠定 就可以进行方法论的探讨 形象与机能之间的关系 并不是一对一的 这不难理解 那进一步来说 形象如果不来自机能 是否也可以来自形象 那么这个形象生产的过程 是否可以具有某种逻辑呢 方法论就是试图在这个立足点上提出回答 后来王老接序 Ray Odenberg提出第四场所的观念 在形式之后转向精神性的抽象探讨 这张浪漫主义 David Friedrich所画的《雾海上的行者》 可作为这个想法图像上的起点 在研修所时期 我跟一群学长同才 在王老的指导下 参加当时的国际笔图得奖 之后成立工作室 执行该案 该案结束 语研究所学位完成后 成员们各奔东西 我好像也就带着这一路以来的痕迹 出国留学 那回国后再次成立工作室 也就是就近建筑 当然有很多理论 可以作为这个过程的互补 印证以及差异上的阅读 例如《类型论》 与阿多拉斯里的著作《城市建筑》 拉斯里关注城市中相似性的元素 也阐述了都市元素 与其间的动态关系等等 方法论作为设计方法 当代也有建筑师 用非常类似的逻辑在创作并实践 例如Johnston Markley 右边则是究竟建筑曾经的笔图 另外 Toyoto著有的衍生的秩序 在推敲过程跟王老坛的方法 还是有其差异性 这边小英南坛的封闭性到纪念性 Oggiati在non-referential architecture里 谈的form generative 或是sensemaking 都大大拓展我自己的事业与认知 也会让我回到地市场所的底蕴 去重新思考建筑的可能性 而在我们的新化住宅里 就有对地市场所做初步的探讨 Mis Vendoro跟Venturi 前者谈建筑内在的必然性 有其自身语法 并不受外来的需求跟理论所决定 后者谈兼容 谈不确定性与诗意 都可作为方法论的对照 那最后谈一下我的小兴趣 这是我最喜爱的两位指挥 分别是福特万格勒跟柴里比达克 那音乐跟建筑都在我目前的生涯 占了一部分的位置 那分享到此为止 谢谢各位 谢谢三位非常精彩的影片的分享 我想就先就一些 过去你们求学时代一些事情 先做一个讨论这样子 那第一个问题我比较好奇 是因为三位的影片都是在讲 可能进建筑系之后的一些事情 就是遇到什么老师 然后老师给你们什么启发 可是我蛮好奇的是 三位为什么会 选择要念建筑系 或是 是不是从小就是有个志向 还是 是因为什么因缘机会之下 让你们踏入这个领域的 那是不是 我先请子君先来好了 因为他讲 他影片谈到说 他是联考进去 然后可能一开始也懵懵懂懂懂的 对 红圈是推真的吧 没有没有没有 那位是联考 是联考 我顺其 然后课的是谁 课的应该是最最清楚的吧 我想 然后 对其实那时候进大学的时候 是我完全完全意外 因为反正就照着联考 分数 分数 就这样填下 建筑系 所以 其实在这之前完全没有 对建筑的任何 任何概念 任何想法都完全没有 但是可以把这当做是 好像是一个很大的转变 就是说这个建筑的教育的确 也会 好像会改变你 你耳后人生的一些想法 我 其实这样自己回想起 好像还蛮压抑 竟然有这么大的转变 对 那那个 洪轩呢 因为洪轩刚也是联考进去的吗 对 那时候 因为小时候是 呃 有念过美术版 在国中的时候 但是因为到高中的时候 可能就加了一些因素 好像比较反对 走纯艺术路线 那时候我就想 不然能选的理工科 好像就有建筑类可以选 所以其实我觉得我状况 没有跟子君差距太遥远了 就是也不知道选什么 那 我跟自己稍微有一点点相关的 好像也只有建筑 那就 先念念看好了 对 所以大概是很 在很未知的状况之下 踏入这一个科系 嗯 那 陈轩呢 嗯 我 我算是比较 确定 就是 高高中的时候就是 参加建筑营 然后就 觉得蛮有趣的 然后就也 就立志念 建筑器 然后就到 现在了 我以前 就是小时候 就对建筑一直都很有兴趣 其实是蛮无聊的一个人 我说我 就是从以前到现在 就是这样子 然后没什么变 那后来三位都是进到成大 然后 三位影片也有 谈到就是几位老师 尤其是 王明恒老师 三位都有 都有 提到过 那个 洪轩的这个部分 你是直接 就是 研究所是直接是 王明恒老师带的吗 然后子军跟 陈轩是 讲到就是 刘国昌老师 然后蛮有趣的是 刘国昌老师好像也是 王明恒老师带出来的学生这样 就刚好好像有一个 所谓戏谱的一个概念这样子 那你们可以稍微 简单的说明一下就是 这两位老师 他们 传承给你们东西有 就是比较具体的一些事情 或是他们 有没有一些教学的方法 让你们觉得特别的深刻这样子 因为王老师 他的教学法 一直都是以方法论来做调整 他会调整他的难易度 比如说在大一代的方法论 或大二 研究所就会不太一样 要求会不太一样 出发点会不太一样 但是一样的部分是 他都非常重视解析跟逻辑 解析跟逻辑 每个学生的看法都不一样 但他希望都针对 那个学生提出来的逻辑去讨论 所以那时候大一遇到王老的时候 王老带大一那时候 完全不知道这个老师在讲什么 其实几乎是完全听不懂状态 就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解析一个 例如说定书机 或是电风扇 他其实只要你知道 每个元素跟元素之间的 到底有没有关系 是哪一种关系 那这个可以应用到建筑商 可是那时候我们就看了那个东西 看了定书机发费 不知道为什么要做这个 因为不知道他的后续会做哪一步 他每一步都是为了后续的设计的推演 来规划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 的确不知道他要干嘛 但是慢慢的进入研究所 了解这一套系统 就会知道说 他是从一种很明确的逻辑训练 然后让你去生产自己的空间逻辑 会是这个样子 对 所以这套方法可能会用到流沟槽 可能会让用到我 那会这样传下去 但是应该多少都会因人而异 或是因为那个课程 多少会被调整 但是我相信里面最核心的部分 是那个逻辑是不会跑掉的 大概是这样 看其他两个人看 我是大二的时候给王老带 王老应该算是最大的那个大 他又带了自己的研究生 跟游威昌 那时候他的也算是大师兄 所以应该是说在大二的时候 可以看到 就是那个师承关系 就是说一个观念可以这样子 从原创者 甚至如果我们再回溯到王老他 maybe是他在求学的时候 他的老师 他教给他的东西 好像变成 好像也开始对建筑有一个起点 因为对我来讲 大一是一个很火热的状态 就是有些老师教这个 有些老师教其他的东西 那你是没有一个主种 就是你一直没有一个定向 所以我觉得王老 这个带法好像 因为他带你一整年 其实很少的机会是 老师会带你一整年 通常都可以学习 甚至会更少 两个月 可是你终于可以跟着一个人 学习一个很完整的一个流程 就是说好像一个你没有办法掌握的东西 开始有一个过程 对一个完全不了解建筑人 那是一个非常好的guide line 你好像跟着这个guide line走 你可以学到东西 可是这个东西 国昌虽然是他的学生 但是我大肆是给国昌带 所以很妙 是当初大家在选招的时候 又可以选的 想要再选类似的这样的 有点像系统性的教法的国昌 可是国昌 感觉是王老的 有点在更激进版 或是更进化 或是更自由一点 就他并没有一定的研究架构 不像王老 他是每个礼拜做投资的明确 他是没有的 所以你在中间可以感受到 其实 就是说那个私程关系 一方面是你承袭 可是又可以感觉到一方面 好像又想要从这一条路线 走出其他方向 我觉得这个蛮有趣的 就包含我们自己再回看 我们跟刘国昌 为什么跟王老是不是也 好像也开始转弯了 那我觉得这转弯是很好的 好像因为转弯 你才更清楚以前学的东西吧 大概是这样 我没有被王老带过 那我是毕业设计被刘国昌带 他影响我最多的是 他其实会一直 他其实到 其实到现在我们都还是很常联络 但是到现在还是可以感受到 他其实还是一直在challenge 就是我们的作品 他其实蛮尖锐的 然后他会一直把我们的想法 或我们提出的东西 一直push到一个很危险的地方 我觉得这个是我受他影响最大的一件事情 就是他不会想要让我们停在一个舒适圈里面 我觉得这个是他对我影响最大的地方 OK好 那后来就三位你们从那个陈大毕业之后就出国念书了嘛 然后子军跟洪萱是到英国 然后陈娟是到荷兰 我想要请你们聊一下就是有关于就是你们在国外的受的建筑教育 跟台湾的建筑教育你们觉得差别最大的部分是哪个部分 我觉得国外应该说不是说就是我去念书 我觉得我觉得差别最大的地方是在荷兰在北纳河里面很强调思考胜过于就是创作就是思考先于创作这件事情 因为在我那时候受的教育很多是去训练手去训练你怎么样完成一套图 因为你知道陈大师非常工学院的这种季度嘛 他是非常甚至有点机器式的这种训练 那其实是没有办法思考的 但是在欧洲在尤其在北纳河就是特别感受到他们其实常常在谈启蒙主义 就是启蒙主义之后他们开始知道人可以独立思考是多么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个事情是比让你今天你进入社会成为一个机器的一个零件 所以很多时候我觉得最大的差异的来源在这里就是会一直强迫你去思考 那这个其实跟当时我毕业设计给刘若昌带我也觉得有一点这样的感觉 就是他像刘若昌或在国外的时候 他其实他们不会去care你的图画多少 有没有画八张A1或是有没有做各种比例的模型 他其实是会一直challenge你到底在想什么 其实这件事刚到的时候是非常不习惯的 因为会觉得很赤裸 就是你为什么不看我的图 你common我的图就好 为什么你要问我到底想干嘛 这件事是很个人的事情 对所以我觉得这是差别最大的一个部分 就是重新训练思考的能力这样 好那我讲一下我在巴特的部分 那我面的program是urban design 那我觉得差异的部分 因为其实我们面对建筑环境不同 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非常巨大的差异 尤其是面对都市的部分 那巴特的urban design 历年来都是有一个传统 就是说他会在世界上选一个城市 然后去做研究 然后你自己去选区域 然后你的研究主题 然后再发展出一套 解决这个都市的一个方法这样 那我觉得第一个差别就是 你所面对的环境差异是不同的 那文化或是他所要求的人文 其实也都不一样 再来是你的同学组成不同 因为假设说我们都在台湾的话 其实同学们提出来答案 那个差异性并不会巨大成这个样子 可是如果在国外的话 他可能从欧洲来 他从美国来 他从南美洲来 他从非洲来 他们提出的其实都会带有自己一些文化的 的因子去投射到令文化土地上 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解答 或是这样的看法 其实是差异性最大最大的部分 因为你在台湾你很难找到这么多差异性的看法 那我觉得这个差异性是你在留学中最可贵的一个 或是最不容易体验 在台湾最不容易体验到的一个部分 这样子 我觉得我 我也是去UCO吧 那我念的是 Master of Arbitant 就是建筑设计 这样子 然后 我想要比较的是说 我其实在王老这边身上所学到的一些 可能有点 在方法学上 所有东西都要有一个推演的过程 这个东西 其实发现到因果是还蛮受阻碍的 当然应该说当时在大学的时候就有感觉到 好像你的每个下一步都是跟前一步互相相关 这种系统性是很好 可是它有一定的限制 就是当你可以跳过它的时候 你好像没有跳过它的机制 我不确定 这可能从来回答是 我从来感觉不到 你可以跳开这个系统的机制 可是到UCO这个学校是 它不跟你谈任何逻辑 它也不跟你谈任何思想 他们是很重视 Join 其实跟那个巨变的图子很像 因为 UCO其实后来 有很大的转变是 AA的很多老师跑去UCO 所以把AA这样的传统带到UCO去 所以学院都是画大图 做大模型 所以UCO有非常强的 一个workshop 就是工坊 你可以焊接 你可以做非常特殊的东西 在那个地方都可以做出来 所以到那个地方好像又换了一种思考逻辑 是 老师永远都 一直逼你画出你以前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 其实这个东西的确 跟以前在学习今天上是不太一样 是以前好像你会先画一个吧 然后去慢慢接近那个目标 可是在UCO这个地方是 它不要你这样 它要你画你不知道的东西 然后但是画完之后 那个图要先可以非常 令人觉得太棒了 老师才愿意跟你讨论你的想法 所以永远跟北拉不太一样 我倒觉得到这个学校 反而那个思想是在Drawing后面 你透过手跟身体的直接对那图子的临摹 你找到可能一种美学 或是找一种构组的系统 可是你还不知道那个答案是 你全部都创作完一系列图之后 你才回来收敛 所以我到底在讨论什么 所以我觉得蛮有趣的是 好像是从A到B 然后到英国是又从一个B到A的过程 所以可以说 应该说所有的教育都是希望 可以达到一个循环 是它并不是那么一线 那么一个单向式的思考 好像有点去英国去补足了 我在台湾的困惑 就是一定要设计一定要这么一条线的 推演过程 其实也许不一定 最大差异是这一点 OK 那因为三个人现在也都有在学校监课 我觉得那你们就是过去不管台湾经验 或是在国外经验 你们现在对于就是上就是 在建筑系传授学生 一些思想或者是一些方法 你们有没有什么一些你们觉得 你们现在重点在进行的一个部分 我现在在冯甲有开一门是在讲 谈建筑理论的课 这个就不是设计课 就比较跟之前 因为之前都一直都是在Design Studio 那去年开始我停掉了 我在冯甲的Design Studio 就是开始开理论的课程 这个其实就有点是我某种程度上 其实看到了学生在思想上其实很受限 所以其实想要透过这样的一个课程去让他们知道 这些建筑师他们是怎么对待历史 是怎么对待理论 然后怎么去sharpening自己的思考能力 去强势去训练这块 然后去年 今年今年我跟子君有在交大带一个Optional Studio 那这个Studio我们的主题是那个Monument 就是纪念碑 就是它是一个完全没有机能的空间 是一个纯粹的建筑 那会开这个题目 其实就是在想说 因为建筑尤其是我们在实物上 其实会面临到很多各式各样的challenge 或是要求 就像是比如说你要能够符合绿建筑 你要有法规 你要能够有一些流行的语言 然后等等等等 但是其实发现学生到业界 他们最缺乏的并不是能力 因为能力是可以训练的 能力你在业界里有的是时间可以去训练这些能力 但是觉得学生在学校其实没有学好的一个东西是对于建筑的本质性的理解 就是你怎么样 因为其实实物的东西 其实那个真的是你一直去上课 你一直操作案子 你就会的东西 那个东西是死的 但是你除了这些东西之外 或者是说你基于什么样的foundation去学习这样的东西 你可以学的比人家更深 或是你这些东西都可以拿来帮助你 是你在做设计或者在想建筑的时候的一些工具 我觉得这个也是这几年在学校或者在业界看到 我觉得就是学生好像比较缺乏的东西 所以才会想要在教大开这样的一个studio去让学生可以真的相信建筑本身的力量 这件事情 我觉得这个信念是蛮重要的 因为当然是观察这些学生从毕业之后到了事务所之后 他们其实并不是那么相信建筑可以干嘛 志军你去补充一下studio 我的教学方案也有蛮大的转变 就刚回国的时候 可能那时候因为他自己还没有职业 所以教的东西 现在回想是可能有点 不是那么符合 是因为好像是把我英国学的东西 想要觉得台湾没有这样的机会 所以把自由路打开 也要学生去画很大的图 可是后来发现有一件事情 就是那个思想或是论述的成分还是有点真空的 比如说你可以画很棒的图没错 你要怎么去再move on 有时候是需要一点点理论基础 或是对于建筑师的了解 所以在这几年我可能对这个稍微比较有兴趣 其实有点想要捕捉 我以前出国没有 比较少接触 我出国一直画的图 是很少去接触那么比较硬姿式的那部分 所以这几年也是因为跟陈璇 就交到那课程 可能就有点两种的 一方面希望学生有非常严谨的 思考的论述架构 可是一方面又说不管你的图要很棒 不然论述是无用的 就是有点两边最后觉得 其实这两个是并重的 论述重要 图片很重要 两个都很好 那就是好作品 但如果缺一其实都是有点 不是那么平衡 可是我觉得在台湾念书的学生好像比较少能接触到这种跟你的一些你既有知识完全无法理解的一些事情的一些接触的机会 我这个在三位的教学里面会怎么样去补足他们对于所谓可能生活经验的缺乏或者是这类的事情 其实我觉得另外一个是其实现在的学生不缺乏出国的经验 其实在现在学校的课程是比我们那时候好非常多 我们那时候的课程是现在的课程是很多跟国外学校的合作 我觉得这个是台湾的建筑学校对进步非常多的这个地方 所以我觉得学生其实是他们有这些能力 那还有有这些资源 但是我觉得缺乏的反而是真实去理解这件事情的这些硬知识 像是社会学政治学 就你得去理解这些东西 因为你今天你要把这些东西看成一个真的project 就是我们做的任何东西就是都是真的 我们不做想象的东西 像是即使像现在在究竟也是一样 就是我们是做真的project 因为真的东西其实有时候它比虚拟的东西还要来得更有趣 但是重点是你得如果有这个真的心态的话 你就会去阅读去理解这些历史 像刚刚洪璇讲的任文条件是完全不一样的 那你要怎么去理解这些人文或是历史 你其实就是透过阅读和非常硬的指示的一些爬书 好我谈一下我在成大教学 因为我在成大是在大三 大三其实在成大算是一个大一到大三的基本教育 所以大三是它是每一次大概每个学期都会有几次的都会定义以program 为优先的教学法 它会定义某一个主要技能或是复合技能 那我在教学的时候其实会刻意避免掉这件事情 第一个就是非常口号式的概念 例如说跳动的森林 这种很容易在学生第一次或第二次上课就给你拿出来 就是很多绿意跳来跳去这样 但是我要的是拉开这个就是它思想到它作品这个距离 我想要让它尝试更多的真正空间的探索 所以我会把这个步调放缓 我要它的一开始的概念是指向建筑 但是不描绘出最终的状态 这样它才有实变的空间 但是这个对于一个大三刚开始的学生非常的挣扎 它不知道什么样才叫做概念 所以一开始谈怎样有发展出空间实验的这种序列的概念 对我而言是跟学生最沟通 但是我觉得这也是必要的正通 那也常常这样导致这个就是因为那个周数都蛮短 但是我可以承受这个不完整 但是我不能承受 没有办法忍受过程的太过于肤浅的过程 所以我宁愿它挣扎到最后一刻 那也不会甘愿 就是我可以承受 我可以跟学生一起在台上承受这种事情 但是我希望我可以带给 至少我不要让学生很快速的说 这样就可以做好一个动建筑 但我觉得你如果把前面这边铺稳了 你要去国外 你要在国内执行 project 你都是有带着一个一次一次质问自己质问环境的心情 再往前走 这样可能会比较有帮助一点 这是我的态度 OK 你们是怎么 蛮好奇是三位怎么聚在一起 然后究竟建筑这个词 其实名字是谁取的 它背后有什么意义这样 那时候因为我们在王老研究室 王老研究室 那时候有push我们研究室 去拿一个国际笔图 那笔图后来拿得到 那我还在学校完成论文的时候 那时候子军有进到这个project的最尾端 所以我知道子军有建了我们这个工作室 所以我们那时候没有跟他见过面 我们是在英国来见面 但我知道这个人了 那个程轩的话是 在大二的时候 我是他们那个年级的助教 但是我刚好也没有带到 我跟他没有重叠到 但是有见过面 对但是我们后来在 那个程宇宁的建筑师 刚回国的那个时候的成立工作室 我们一起在那个工作室有遇到 后来我们才出国的 所以就是有不同的一些缘分 但是主轴可能都是王老研究师 所以我们有一些共同的话题 这样子 那究竟这件事情 我记得好像我跟吴承轩有一天很无聊 我们在逛旧书店的时候 他发现一本诗集吧 然后翻开这个字好像跟建筑无关 但是好像会引人好奇 他觉得不然这个好不好 那是跟佛教有关的书 就是究竟什么什么什么 然后就是他不是一个词 他是在那个句子里的两个字这样子 ok 因为佛经可能也看不懂 所以就是究竟就觉得 而且其实还有一个原因 是因为那时候很流行事务所叫 竟什么什么竟这样子 对就觉得好像有竟好像是一个建筑师事务所 但我们最近接下来就是我们整个公司的名字 也会重新的去思考 因为一方面也是我们也成立 接下来成立联合建筑师事务所 然后会有一个新的英文名字 就是叫做AAA 就是三个A 三个A其实他有几个意思 就是好像是三个Architects 就是有三个A 那其实他也是究竟这个中文的英文翻译 就是Architecture at all 就是究竟建筑是什么的 那个三个A这样子的缩写 对然后是请一个我们很好的朋友 帮我们设计的这个品牌 接下来可能会在那个我们的脸书 会贴就是我们新的新的名字这样子 所以算是一个新的开始 那你们最近有没有未来一些短期的一些目标 跟长期的一些计划 可以分享给观众 宏轩那边有一个市场 要开工了 北门市场在新竹 怎么样在老旧市区里面 在这个旧的快要已经快要销售活动 然后我们看能不能用建筑的方式 然后带给新人新的空间体验 那也可不可以重新看待这个活动 让这个活动能够参与其他的活动 然后让加成的效果 让这个老师去看有没有新的风貌 大概是不是这样 今年应该说去年 最有趣的是客的接下策展 我们在新竹有一个灯具灯会的作品 应该是去年要有 现在演到今年 应该是二月的部分 应该是二月的部分 就我们接下来比较特别的是 当然我们还是有蛮多建筑案 就是在施工中 或是要开始施工的状态 另外是 我们开始有一些 比较多艺术类的创作 就像之前在中泰大厅做的那样子的 那种比较艺术创作的案子 在去年和今年也比较多一点 那我们也是觉得这些案子都蛮兴奋的 因为好像可以更实验性 或更前卫的去 去刺激一些新的想法产生 OK 那我们接下来也会有 就是我们在各方面的光谱应该都会实验看看 包括公共工程 然后也有厕长 然后我这边也有 集合住宅的部分也开始进行 就是我们好像在各个方面的触角都先尝试看看 然后试着能够提出新的状态 分散风险 那我们就最后一题 就是刚刚也有聊到疫情 其实疫情改变大家非常多的 不管是生活习惯 像一个很多人 原本待在家里时间 就是晚上回家吃饭睡觉 那我想可以请三位谈谈 就是在这个时局之下 你们对于现实住宅空间 有什么想法或是新的一些提供 这样子 我觉得可能每个家庭都会慢慢习惯 准备一个预备的空间 例如说你的小朋友其实要上课 那上课可能包含一些韵律 或是一些需要动的活动 所以他需要一个活动的场域 那个活动场域跟他有弹性 他必须被需要的时候要被整理出来 他可能父母工作的时候是这样 所以我觉得家庭可能会需要一个弹性的空间 来对应这种可能一年或两年之间的改变 但之后怎么样我们不知道 但是这个弹性可能需要被整理出来 我可能还没有那么快的看出说 这个疫情到底会不会真的就变成一个新的生活方式 因为以前也出现过疫情 就是说好像我们这个社会运作 还是有一些基本 就是人还是人 人不会因为有病毒之后变成另外 好像还是会有一种渴望 会想要恢复一个像以前这样的生活 不过我是有观察到 之前好像听过广博在讲说 个人然后群体公众公共 就是他其实是有三个层级 我一直感觉到 其实现在一直在谈论公共空间 其实公共空间是common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个共用的空间 可是那个空间会让你的个人好像会变得更小 我只是有感觉好像这个疫情会让个人的意思 会再稍微回来一点 因为个人意思大概被common的事情 或是所有东西都要进到很公共 大家都共享 好像那个边界是已经走得越来越夸张了 他是有点把这个杠杆稍微回来一点 我认为不是坏事 就是不用一天到晚所有东西都有open 不一定 对这会影响到我们 其实我们现在做案子也会有这样的困扰 是说到底这个房子 你不谈公共的话 你拿不到镜头 可是公共他有时候是双面人 你所有东西都open 那你对内呢 你对内的空间不就是 那个会不会那个力量就失去了 最后你不过是在做一个大平 好像会有一个被逼迫的结果 有时候我们也在抗拒这件事 就是房子一定要这么的 这么友善 或是这么的 这不友善失 也不是有的 是这么敞开的 也许这个 的确是在这个时候可以再重新思考 这个敞开是绝对正确的 当然能不能可以再思考 我认为价值在这 对 在思考 在价值 延续刚刚子君讲的 我想到圣文艳建筑师 他有一个剧场 然后那个剧场 因为他是帷幕 所以他的楼梯旁边是柱子 然后是帷幕玻璃 所以楼梯到玻璃中间会有一个蛮大的空间 通常就是大家不会去特别处理他 但是他的楼梯的平台他都会把那个空间伸出去 然后在那个地方会放一张椅子朝外 然后他说其实他每次去这个建筑 他都会看到那个位置有一个上班族 坐在那边 然后吃便当 看着窗外 但这栋建筑是一个完全的公共建筑 但是Motty说他觉得在公共性里面 如果让一个个人可以有自己的空间 那个其实是展现的最大的公共性 可以在公共空间里面找到只有属于你的位置 对我来说这个好像是在谈公共性很重要的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很常忽略掉个人 我们都会做一个公共空间 然后都会说大家都可以来这边 但是其实我们现在好像才发现到说 我们其实是可以 我们其实是需要个人的 是属于你的 就是让你可以中午 你不用跟大家坐在办公室 你需要自己一个人吃饭的位置 反而是个人的价值被重新拉回来去谈公共性 我觉得当时看到这东西的话 其实冲击蛮大的 因为这完全颠覆我们在学校学到的公共性 就是要让大家都能来 但是好像没有想过另外一个可能性这样子 好 那就非常谢谢三位的时间 因为我这次第二个问题其实都蛮大的 就谈教育啊 然后谈这些东西其实也很难 就是一时半刻讲完 然后因为时间跟篇幅的关系 所以最后有机会可能会再 有机会再邀请三位来跟我们去分享你们的一些想法 这样子 那就谢谢三位 好 谢谢 还有谢谢副主委 谢谢 谢谢 好 工商一下就是美术馆现在已经开放 我们现在采预约制 所以大家如果想来看展 我们展览也延长到12月5号 好 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大家 拜拜